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日根出行》的新系列 来际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去看澳门的一些景点 今天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到澳门妈祖文化村 看影片之前 记得按个Subscribe 可以按铃铛 你就会收到我们第一时间的影片 今天带大家来到这里 俗称天后宫 它是位于路环碟石塘山顶 占地面积大概有7000平方米 山顶除了天后宫 还有山顶公园和孖祖像可以供我们游览 今天也会带大家去看 这里是有增设一个免费穿梭巴士给游客上来 它的上山时间和下山时间都拍了给大家看 如果你们要过来的话 记得按下刚刚的时间了 因为这个小巴是会停泊在妈祖文化村的下面 这里是妈祖文化村 即是天后宫 大概建了20年左右 是澳门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天气越来越大的乌云 所以我还是拍一会就要离开 来澳门游玩 上来这里吸收天地灵气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这里是很重的库尼芝味 它这些装饰也是用了不同的中国的吉祥的动物 例如这个凤爵 凤狼 青龙等等 刚刚里变了一些皮丘 但是没有给大家看 一对的环境就是比较清静的 始终都是佛门清静地 为什么要建这个妈祖文化村呢 其实是因为澳门社群 以前普遍都信奉妈祖 因为妈祖的本名是林物梁 福建人 相传她以前经常去救一些渔州商船 而且还因为拯救了海难 而献出她的生命 所以就会为了祭奠她 而去发起一些庙子给她 澳门以前是一个小渔村 所以渔民会深信妈祖是会保佑她们 靠海捞食嘛 历史就不多说了 让大家看看这里的景色 有些时候在城市生活得久 是会想接触一下大自然 即是偶尔吊顶都要休息 在妈祖文化村公殿 走出去大概5-10分钟 我们就会看到有一条斜路 上面就会看到妈祖石像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妈祖像的材料是什么 原来它是用一种汉白玉雕造而成 这种汉白玉就是以前製造宫殿的石阶护兰材料 这个妈祖像高20米 重1000吨 由工匠雕刻历史8个月才做到 而且这个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妈祖雕像 妈祖像望向遥远的远方 我相信当时的建造目的就是希望看到澳门可以有光明的未来 由这个方向看可以看到金光大道的景色 走去另一边就会看到黑沙海滩竹湾这一边的海滩 今天的天气虽然不会有太好的太阳 但盛就盛在它又不会非常严热 上来的风非常凉爽 看到海滩就想去游泳 看来夏天就来到 我也是时候要去游泳 由妈祖像走回来 便会看到路环山顶公园 这个山顶公园的面积不是太大 而且它的设施也不太多 路环山顶公园 后面就是澳门妈祖文化村 天后宫 映映一下看到这一只蝴蝶多漂亮 不知道这种是否叫做蓝色凤蝶 如果有知道的观众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 让我们长一下知识 山顶公园这一边可以看到 黑沙龙爪角这边的大海景色 看着这个画面 我便想起以前小时候 有听《嘴香圆》的广告歌 是SOLAR演唱的 有一句歌词叫做 望下山望下海密沟旅行 我现在突然想起这句旋律 其实也挺小的 除了这个妈祖文化村 澳门也有其他 体验不同特色的文化 和宗教信仰的休闲设施 例如龙幻蒲雲 拿渣庙 观音像等等 如果大家来澳门旅行 即是除了去参观我们的酒店 和赌场 如果还有空限时间 即管来看看这些景点 这些景点都可以在 旅游局网页上查阅 今天看这个妈祖文化村的感受 就是 真的有些时候 需要放松一下自己 来到这里 你不需要去做很多事情 你只是一个 尽情放松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里无论是人流还是空气质素 我都觉得是很舒适的 因为始终地点 老老实实比较偏远一点 就不是平时有很多人会上来 所以上来 就绝对不用担心人逼人了 还有听闻 这个天口宫里面 妆头煮香也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我平时这个年初一 都会去这个妈祖庙上头煮香 不过新的一年 我就打算试试 到时看看情况容不容去 如果ok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来这装头煮香 话题也扯得比较远 说回我对天后宫的印象 我觉得这里也是值得一例 因为始终叫做一个这么高的地方 是建一个天后宫 我相信这个选址应该是比较有灵性的 来到这里就可以看到 另外一方面的澳门 不是说澳门是单单的道场 对 说回那句标语 感受不一样的澳门 相信大家来到 应该是有另一种体验的 好了 大家提完这条片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 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 还有如果你想带你去看一些景点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